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打算把前两天找回来的一块石豆做一做 简单的雕琢了一下 做成这样的山 这个石豆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养到一个水盆里头 它自己能上个吸水 你如果种上一些植物的话 它生活就比较好 刺刀 浆板 刺板 刺板 石 这种方式给它做成一个枕吧 你看这树种的多了才有感觉 山高我为风啊咱 你看姿态优美 现在种植差不多了 但是你再把那个每一个孔里边的土壤啊 你还是要给它多培点原土 要不然它生长会不好 尽管这个上水石本身 它也能够扎根也能够提供营养 所以现在要多培点土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沉井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